牛奶锅 番茄锅 麻辣锅 冬天就适合吃锅预寒 但等等这锅的香味很不寻常 原来是花雕酒香 将麻油将下锅爆香 加入整只去骨鸡腿肉拌炒 炒到鸡皮金黄加入花雕酱 淋上昆布高汤 最后用花雕酒点对香气 就成了这道招牌麻吉锅 它的麻油的量控制得很好 然后整个喝起来是浓郁 但是不会很咸的 一进去会有甘甜的感觉 很浓郁 下入起司 胶原蛋白 摇顺一遍奶香胶原起司锅 还有这个标榜能直接喝的 麻辣药膳锅 内含数十酒中药材 麻而不辣带有浓浓中药香 但店家的镇店之宝还有这一味 招牌沙茶酱用扁鱼 小鱼干虾米 五香粉 肉桂粉 椰子粉 等三十种食材打聚而成 沾上一口香气扑鼻 里面有一些辛香料 味道重的跟味道淡的 然后再加上三样海鲜跟海鲜油 进至三天的话 食材味道会比较融合 主厨林挺立忙着备料出菜 另一头经理吴俊涵 则在外场招呼客人 两人曾在餐饮集团共序 创业时就是看准各有所长 营内以外这样搭起来 可能是对成功可能会 离成功近一点 从一些装潢设计 甚至餐厅的动线什么的 它其实都是会一直有增值 经历磨合 开店短短四个月 月营收突破百万 一天最多卖出150锅 两位因为爱吃火锅 结缘的青年吉身 终于成就自己的餐饮梦 东森 产经新闻 林林河关元 吴有树 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